第一集 《美确定要买这支洗头水》? 洗头水我相信是人都知是什么 但我亦相信大家平时用洗头水洗头的时候 就算你用手拗破头 都未必会发生像我这个故事的主角小莲 她遇到的和洗髮水有着千丝万流关系的恐怖故事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主角 小莲从小就很喜欢看小说 你别看她只有20岁 但她已经很有心度了 慢着大家不要误会 我指的是她的眼镜 比起看小说 小莲更喜欢洗澡 她基本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个地方 就是她的洗澡房的花灑下面 不是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她家楼下对面街的 那家美容店里的沐浴用品的货架面前 光顺的时间久了 她和美容店的老板娘 单单自然而言 就成为一对什么都聊的好姐妹 其实呢 这个美容店开了这么久 生意一直都在拍乌鸣 单单为了一盘生意 已经搞到茶饭不思 甚至是心力交脆了 好在 有一个外号叫做 苦水吸收特强年之称的小莲 做她的傾诉对象 她才觉得日子可以勉勉强强 撑得过去 在这个凌晨1.9个节 托家班的福 小莲整个人就好像自己的手机一样 电量得不到7% 唉 终于可以回到自己可爱的家了 回到可爱的睡房 小莲除低幅眼镜 三步夹到两步 这样冲进到洗浪房的怀抱里面 逼不及待 这样在包包里面 炆出了一支 军生大约50公分高的灵异洗发水 大家没听错 也不要想错隔离了 在军生上面 真是写着阿拉伯数字02 两个大大的字 并不是你们想的那两个字 我猜有可能是品牌 或系列编号之类的标识 这支洗发水 是小莲在几分钟之前 在楼下那家美容店买回来的 价钱比其他名牌洗发水 还要贵到两三倍左右 但没办法 本小姐就是被她高挑的樽型设计吸引着 她在网上从来都没见过这款洗发水 可能是刚刚才推出市面 真是新鲜滚热 还记得那时候货架上 已经剩下四支了 真是执书行头 惨过败家 不买就笨了 那时候小莲走到楼台 还给钱 见不到淡淡 她才想起自己因为这段时间 工作太忙了 忙到拿了命 搞到好几个星期 没见到淡淡了 大家都靠发信息去联系 前几天淡淡又发信息过来 提醒小莲不要太晚回家 那也是 因为这段时间 这个小区实在不是太太平 发生了连环断头凶杀案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七七四十九个女孩遇害了 小莲一想到这里 她全身的项目 都不由主主地动足起 那些女人死得很可怜 都是伸手易处地死的 有些死在梭妆台的面前 有些死在车里面的司机位 有些死在厕所的镜前面 有些死在练舞室的全身镜前面 凶手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来的 网上网下个个都脑洞大开 议论纷纷 你有你的观点 我有我的看法 但始终得得不出一个答案 只是搞到个个都人心惶惶 好了好了 这些费面的新闻调一遍 最近淡淡不是传来了什么好消息吗 淡淡她说她的生意大有起色 她发来的每一条讯息里面 都有十几个很开心 又兴奋的表情包 小年看到之后都很替她开心 真是黄天不负有心人 淡淡总算是挨出头了 啊 是的 小年她想起到十分钟前 在店里面遇到了一件怪事 那时 那一个新来的收银员小妹 不知道什么原因 整天都用一种 又怕又怕的眼神看着自己 不是不是 应该是看着自己拿着的那支 高挑型的洗髮水 那个小妹的面色 有时青有时白 都不像做收银的 反而像是第一天来上班收银的那样 你们听下 那个收银员小妹说的声 一边震一边问 姐姐 你 你真是决定 要买这一 这一支 问问问 问什么 小年一点都不客气 反问这个小妹 靓妹 靓妹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靓妹 靓妹 就没有回答小年 又是靓了面过去 很用力地靓了下头 然后又用力地靓了下头 不敢直接看着小年 反而用对眼的余光 瞅着小年里面 拿着的那只神主牌 哎呀我呸呸呸 说错了 应该是小年拿着的那只 洗发水才对 小年那时 就用一种很温和的语气问 靓妹 你是不是今天才来上班 以前都没见过你 你是不是不懂得用这台收银机 你这么紧张 同时小年的心里又觉得奇怪 几个星期不见 看着 淡淡竟然请在收银园 收银园小妹 一年无辜地说 老…老板娘今天有事 不…没来 她迟了一会儿 又小小的声地问 姐姐 你一直以来 什么不是都是买 那个红丝路的洗头水吗 怎么今天换了 都还没等她说完 小年忽然间打断她说话就反问了 你怎么知道我用红丝路的 收银园小妹 听到小年这样说 立刻没说话 不停在这儿飙了 小年就心想 搞什么呀 不你很热吗 店铺里面的空调也很正常 她流什么行 我说话 这个鬼鬼祟祟的小妹 到底是什么人来的 奇奇怪怪的 为什么一看到自己 买一支高挑的洗头水 就变得又怕又怕的 唉 真是无聊 给了钱的小年 反了下白眼 就琴琴琴 走出了美容店 走了不够三步 她又回头一看 真是呀 那个收银园的小妹 心虚倒倒下头 看了一下左边 又看了一下天花板 但就是不敢看着小年 到底搞什么呀 算了算了算了 反正这个年代 到处都有些傻逼的了 自己加班都加了一整晚了 现在累到全身都快要抽筋了 还有空你买这些无聊东西吗 唉 废鬼事烦天嘛 快快回家洗澡和洗头 好了 这一章节就说到这里 那小年回到家 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若之后是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由拿宝播讲的 一瓶洗法水 下一章节 我是拿宝 如果喜欢拿宝讲的故事 那就关注和订阅 多谢 洗头水的第二集 上集就说到 小年在美容店 遇到一个 三五色七的收银园 质疑我买的那张洗头水 经过一番不知所谓的沟通之后 都不知道这个收银园 是什么头什么路 最后我都当他是一个 瘋的收银园 那就算了 真的没有他那么好气 拿着我那一瓶 深爱的高挑洗头水 回家去洗澡更好 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镜头 转回去洗澡房 小年面对着全身镜 洗法水伴随着千千十指 在自己那头长发乱丝之间 就游走 哎呀呀 真是太舒服了 这次高挑的洗头水 买得这么贵 果然是正东西 真是好舒服 好了 那些手指头继续和洗头水 一起在法师之间游走着 游走着 继续游走着 哎呀 什么东西啊 刚刚那些 是什么来的 手 是手吗 有一对手 那对手 从自己的发盖 好像条鱼仔那样 急速游走 没错 小年他刚刚肯定不是错觉来的 那对不是自己的手 小年轻转的心一看 没人 又缺开若年 都没人 啊 小年眼珠定住了 洗澡房的门把上面有水珠 不正 不正 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自己在进来之后才打开花灑 有若年隔着 有若年隔着 门把 不可能会失 有什么可能 小年这个时候眼珠四围碎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要冷静 要冷静 嗯 立定心水 不转身 哼 他才没有那么笨 自己的后面 就是一块大号的全身的 他才不想在这个镜子里看到鬼片里的 经典场面 于是 小年就背对着全身的 非常不自然 这样扮得很自然 这样继续在洗头 继续往后来疏离自己 那片发海 没事的 没事的 可能刚刚有一只老炎蛇 刚刚得那么巧 露过洗澡房门门 又忽然间赖了 这样才弄湿个门把 那么大惊小鬼 干什么鬼 小年在自我安慰 高挑的洗头水的香味 已经慢慢地麻醉了小年 那条甘斌的神经 他迷迷蒙蒙 这样合起来眼 游着自己含入洗头发的乐趣之中 你看 但是 自己的长头发 好像从来都没有那么娇油 就好像水波那样 吸引着他的十指 越吹越越 忽然之间 小年撑开眼 啊? 十个手指? 不啊不啊不啊 小年在三十秒前 不是已经把右手摆下来了吗? 现在 只剩下他的左手五只手指 向后梭里头发的 哎呀 现在是什么回事啊? 我顶不啊 小年 小年立刻 就齐眼望了一下 他见到自己的右手 还是摘在自己的大腿旁边 没错的 那 为什么? 啊 另外五只手指 救救 是 是 是什么呢? 呦 就算是现在整个心都在那儿跳 小年都没有缩回那只左手 那只左手还留在头发上面 怎样好意思缩啊? 你教下人家啊 在这个时候 那五只来路不明的手指头 正挡着小年的五只手指 咦? 不啊 小年咬着嘴唇 那五只手指头呢 在那儿慢慢伸了过来 又长又尖的指甲 画过自己的指头关节 对方正准备和自己十指紧扣 哟 真定真定真定 不怕 俗话讲得好 退一步鬼鬼失踪 忍一时怪手扑空 哟 仙女奇啊 小年尖叫了一声 七手八脚 那很不容易 仙女推开这里 其实只需要一秒就推开门 接着她一口气就冲到阳台里 咦? 我没听错吗? 又是她? 小年看着阳台 扯着粗气 一眼就看到那个收银员 小小小 人家就站在楼下公园的人行道上面 刚刚很岳高的头 竟然和小年四目相对 收银员小小的眼神已经不再惊恐了 而是 哎呀 怎么形容呢? 她皱着到尾 一脸无辜咬着嘴上 这个小小女孩 虽然头发不长 又没有穿白色的长裙 完全没有女鬼的特色 但是在这个 只听到聪明和自己呼吸声的时间点里 她在这里移动都没移动 蹬大对眼 厄高的头看着小年 她这样实在是搞到人家背脊都滲出了阵阵的良衣 小年这个时候看清楚了 这个收银员小小女孩 不单只额高的头看着她 还伸出了一只手 慢慢慢慢地掩着嘴 又举起另外一只手 指着正在阳台那里的小年 看她这个举动 小年现在在这里飙了汗了 她认真地在这里呼吸着 小心翼翼地退了一小步 小年下意识地感觉到 楼下那个小女孩一定是见到什么了 就是这样 小年的眼珠随着对方手指的移动 转向右边 小年看过的恐怖片虽然不多 但是戏里面那些客人的情节 她就记得一清二楚了 这个时候自己最好不要转向右边 千万不要转回头 千万不要去看呀 咦 收银员小小女孩这个时候 拎拎头了 小年见她这样 马上反应过来 也拎拎头 无声地问 你拎头的意思 是不是说那只脸 现在不是在我的右边啊 那小女孩 那小女孩 拎了头 那对眼睛更加大 她的手 震下震下震下 慢慢地向下 锁定的位置 是小年那对脚 小年这个时候 拎拎头 揉住在那里 不看不看不看 打死都不看的了 本小姐 说什么都不会往下看 跟着小年的手指又向上挖 她的手指就好像失控的指针一样 不停左上右下摆动 而小年的眼珠自然就不空了 跟着她在那里转 就好像被人家弄鼓一样 小年每转一次眼珠 都以很快的速度看着楼下那位小指挥官 向她震下头 用来确认那一只人 现在在哪个方向 但每一次对方都用力地拎拎头 这两个俊梅仔 好像在玩着轮流震头拎头的无聊游戏 小年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要爆发了 她对着楼下开口就骂 嗯 慢着 小年还未来得及骂 她就发现一件事 原来自己摸钢柱 什么都没穿过 对了对了 自己刚才在洗澡房里受到惊吓 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了出来 忘记围了尿肉筋 小年在这一刻才明白 原来楼下的收银元小妹的意思 即是说自己呀 什么都没穿 站在阳台那里 对空气不好 好 整邋遢的纯美夜景 哎 真是丑死鬼呀 哈哈 好了 这一章节就说到这里 那这位丑死鬼的主角 又如何去补救 整邋遢的纯美夜景的罪行呢 你们是不是很想听呢 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啦 你确定要买这支洗头水 第三集 上一集我们就说到 我们的丑小鬼小年 站在个阳台里 被站在楼下的那位奇葩收银元 指手画脚了整晚 还以为是有鬼跟着自己 谁知道原来是说自己摸干猪 在个阳台里影响身体平衡 真是雨爆了 无地自容的主角 立刻冲回睡房里 七手八脚地穿一件 其实只需要一分钟 就可以穿上衣服穿好 又匆匆忙忙地戴好眼镜 再一次回到阳台里 咦 那收银元的小女孩呢 不在了 只见到 在昏黄的街灯下 公园的阳行道上 里面只有一些风在吹过 带着一阵阵呼呼声 潜入到那片冷藉之中 小年发生牛逗 看着楼下自言自语地说 哈 这个时候 她不在店里做事 跑来我家楼下干什么 她现在一定回到店里了 咦 咦 姐姐 你一直以来 咦不是都是买那种 红丝露洗头水的吗 咦 咦 为什么今天换换了 小女孩先前说的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小年就越想越糊涂 我平时买的是什么牌子的洗头水 她为什么会知道 她到底是什么来头 那支洗头水肯定有问题 你鬼她这么多 跟着小年就大步走入到洗澡房 劈开道门 没人 再用手 牵开若连 没鬼 好 本小姐现在就拿起那支高挑洗头水 下楼去找美容店那位 惊恐万分的收银员 问个清楚到底是什么回事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小年一进到美容店就轻思问罪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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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小年大步冲上前 好着急地问 咦 咦 咦 你今天不是有事吗 为什么还回店铺 刚刚那个小妹子 咦 她她她 她在哪 问到这里 小年下意识地伸伸条理她又说 等 等等 喂 喂喂 你不要回答我 什么小妹子 哪里来的小妹子 我整晚都在这里值班 我看你八成是撞鬼了 千万不要给这个经典答案给我 不要欺我没有看一个恐怖片 淡淡听我这样说 她莫名其妙地在这里笑 过了一阵她才说 哈哈 你才是鬼呀 人家好好的一个美女 她姓花叫无奈 是我刚刚请回来做收银员 和保洁院的 人家都在这里做了几个星期 鬼你个带头鬼呀 花无奈 唉 为什么有人叫这个名字呢 哎呀 你鬼她这么多 她叫什么名字 关我鬼事 听淡淡这样说 小年整个心总算定了下来 但是自己 已经有好几个星期 没来这里补货了 这样的话 这个叫做什么花无奈的 怎可能会知道自己 经常买哪个牌子的洗发水 不行 一定要将她秤出来 好好地审问一下才行 跟着淡淡就说了一句 好受兴的说话 那个美女不搞了 淡淡 你说笑而已是吧 怎可能呀 我半个钟头前 就 还在我柜台上 当着她的面 给钱 半个钟头前 淡淡想了想就说 哦 没错呀 那个时候 花无奈应该还在这里 不过后来 我接到一个邻居的电话 说我店里有财 我就立刻赶回来 那个财被人捉了 他说他都不是故意犯罪的 谁叫我们店里没有人 又不锁了店里的门 所以他才可以顺手牵扬 我当时很生气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花无奈 他怎么可以这么没责任心的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离开店 而且还不记得锁门 更加激死人的是 我还未来得切闹 他就跟我说他不怒了 小年着急地问 是什么原因 我例不切问 听他的语气 好像急着要去厕所放下的东西 他就这样吸了我电话 我后来又打了几千万次给他 他都没接 真的激到我爆肺 我想不到 他平时五声五声 整天都低下头做事 准时上落班 对那些客人都客客气气的 都不像是这种 说不拎就不拎的人 真是很奇怪 淡淡啊 你快点查一下监控录像咯 嘿 这个还要你来提醒咯 最近啊 我的监控录像是突出了些问题 所以没录到些记录咯 小年想了一下 就将花无奈知道自己经常买什么牌子的洗法水 还有他好惊地看着这支高挑洗头水的事 全部都说回淡淡知道 听到淡淡整个人都傻傻在这里 淡淡啊 这支高挑洗头水 是不是你新入货的 我以前没见过的 是啊 是新研发的 你别说我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这支洗头水啊 整个地球村都只有我这间店才能买渣 还要是这间店的 少仇No.1 入货当日 就被人买到清洗舱了 淡淡接过小年手里的 那支高挑洗头水 骄傲地看着那瓶 这个牌子的洗头水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跟着小年就和淡淡说回 自己在洗澡房里面遇到的那些邪惹 还有花无奈 刚巧出现在自己楼下 公园的那条人行道上的 这些诡异的事件 哈 那个小妹不辞而别 还走到你屋里楼下 又刚巧都那么巧 碰到你一丝不挂 小年 你加班加到神经错乱了是不是啊 哈 你的皱纹乱都没轮到我的神经乱了 小年 怒到反白眼 气固固地说 唉 你信不信都好 总之那个花无奈 和你这些洗头水一定是有问题的 他可能是闻到这支洗头水那时候邪味啊 预感到我有危险 所以才丢下店铺的东西不做哦 快快趕来我家留下 淡淡这个时候都懒得听我说那么多东西了 将洗头水推回来 拿回去拿回去 开了风就没得退货的了 就算是好姐妹 都是这么说 淡淡刚请回来的员工 莫名其妙不辞而别了 搞到店铺又差 他现在心情当然不好咯 唉 那好咯 小年拿回洗头水 带着一堆不解之迷走出美容店 一直走到对面街 才把那支洗头水调入垃圾桶里面 他刚想转身回到公寓大楼的时候 就被一阵笑声吸引了过去 小年看了一下 在不远的地方 站着三个长发披肩的女人 她们面对着三个架上的手结 哦 原来这三个女人在做直播 好了这一集就说完了 那接下来这三个女人身边 又会发生一些什么事咯 若之后是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由那宝播讲的 你确定要买这支洗头水 下一集啊 我是那宝啊 如果喜欢那宝讲的故事 那就关注和订阅啊 多谢啊 你确定要买这支洗头水 你确定要买这支洗头水 上集我们就说到了 小年在美容店出来 这一头才掉一支洗法水 入到垃圾桶里面 那头呢 就被三个长发女人的直播声 吸引了过去 只见到中间 那一个很大的口的女人 嘀声嘀气地对着镜头介绍啊 嘻嘻 这里就是我居住的地方咯 你们都知道咯 最近这个地方 发生了好多人害怕的 七七断头连环空实啊 这个凌晨呢 我们三公主 就准备整晚都在这里尖叫 见不到鬼就不走咯 好不好啊 你们看看 这里 这里现在四周 只剩下我们几个 现在 连一只蜗蜴都没有 哈哈哈哈 除了垃圾旁边 那一个 躲着我们的大嬸之外 哈哈哈哈 这个女人 嚎嘶嘟嘟嘟嘟 那样 真是有点顶不信她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 像蓝精灵 一头蓝色头发的女人 又叫了起床 那我们等一会 再訪問那位大嬸吧 需要试看 多久 可以 也会 她知道 现在 有点 请 您